Hello大家好 我是小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 今天小白给大家分享一个安卓系统的双开软件LBE平行空间 其实软件双开很多国产的系统都是带的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手机也都不带 而且要么就是不好用 今天这个软件就给你做一个补充吧 LBE平行空间是由之前的双开大师改名而来的应用 有些傲伙可能用过 你可以在平行空间里创建应用快捷方式 并且和圆桌面空间的应用互不干涉 无论是微信QQ还是微博游戏大小号同时登陆在线 省去频繁重新登陆的麻烦 同样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后台回复平行空间四个字 你可以直接得到绿色的下载链接了 这个软件的操作起来也是极其简单的 下载安装后的点击进入将你所需要双开的应用客龙 在这里以QQ和微信为例 直接点击微信就可以登陆你的另一个账号了 QQ也是同样的操作 你也可以长按微信图标的将它设置为桌面快捷方式 看桌面上的那个微信夹就是平行空间客龙出来的微信分身 这样你就可以在同一部手机上登陆两个微信账号了 当然你也可以添加其他想要双开的应用 甚至可以隐身安装想要的应用 也就是说将某些应用安装在平行空间里面 而不是放在桌面上 至于为什么有这个设置 你懂的啊 而且使用平行空间呢不会遇到分号的问题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 怎么样 这是一个简单又实用的APP 赶紧下载吧 OK今天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白问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客气小视频 每天我在这儿等你 我是小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